昨天呢 电影《一夜惊喜》举行了发布会 作为主演啊 这一回范冰冰在现场还请来了一位白马王子 哇 冰冰眼中的白马王子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现在是我孟宏的白马王子 然后她很偷渐渐渐 她很高高在上 但是又很有口心 她最大的惊喜嘉宾给我们小区有请 李明 我现在第一次是我孟宏的白马王子 对啊 我第二次很快 我下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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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 我太忙了 此番 魏力挺 范冰冰 及其自己公司的签约艺人李志廷 李明不仅前来站台 还在影片中客串了一把 只是这个人物形象实在和白马王子相去甚远 据悉在电影《一夜惊喜》中 李明饰演一位范冰冰的追求者 生活中的冰美人经常被异性称作女神 不过当天身着粉色公主群的她 面对主办方煞费苦心准备的两个道具 拿有半点女神公主的矜持 分明就是个疯丫头 我穿着很美的衣服 玄奏 穿着很美的衣服 玄奏 扛不下去了 太香烟了 靠近点可以随便哭 随便怎么样都可以 想冰这样吗 生活中 外表很女神 个性很爷们 范冰冰就是如此 不过这位霸气十足的范老板却自称 自己在男友面前绝对是个小鸟依人的弱女子 我会把我男朋友奉为天神 对 就会 我会 我是会被别人好 就好到忘掉自己 而且我觉得做男友这个 你会帮他做饭 跟走耀育成为之上 你会帮他做饭 跟走尔育成为之上 我觉得比这个更多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